西方史学史 惠歌党人的历史辩护大师是麦考来 麦考来有天才的记忆力流畅的文笔 其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也让其流芳后世 青年时期麦考来就直接接受惠歌党人的政治主张 他最终于政治活动 从政治性文章起步涉入历史之河 麦考来生前留下近五卷英国史 这部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 在文学的价值上实现了作者的要求 既能够在几天内取得年轻女郎们 最新风靡一时的小说 也许正因为作者卓越了文笔 在历史习说中麦考来一开始就反对 一味的追求历史真实的做法 相信历史学家有权进行选择 也应该依靠写作技巧将零散的历史片段 绰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1828年麦考来在爱丁报评论上 发表了自己的名作《论历》